好 财团法人花莲县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之前特别向花莲市公所捐赠了20个防灾避难教学的示范包 希望能够在公所的推广之下呢 吸手合作将正确的防灾观念向下扎根 为了强化民众面对各类灾害的准备作为 财团法人花莲县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日前特别由董事长魏佳贤 亲自向花莲市公所捐赠了20个防灾避难教学示范包 希望能作为防灾业务使用 而市长魏佳燕则出席捐赠仪式 并代表接受回赠感谢状 那在紧急救难包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是对每一个家庭在做防灾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尤其是花莲县也发生过极其非常重大的地震 那风灾甚至火灾等等的一些灾害部分 那如果有紧急救难包的部分 也许可以救一命 也可以救全家人的性命之外 那更可以把自己一些重要的物品都可以保留起来 那再来就是我们希望这些紧急救难包 捐给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防灾防证 相关的一个避难演习的时候 都能够发挥上一定的用途 今天非常感谢爱花莲基金会的董事长魏佳贤议员 捐赠了20个紧急避难包给花莲市公所 那这些避难包我们将会用于我们的一些防灾训练跟一些教学 或者是在社区也可以教学给我们所有的市民知道 那里面的一些包括我们避难的一些器材 然后未来可以在社区教学给我们一些 包括我们社区的老大人等等 防灾避难教学示范包内 准备有各种实用的防灾用品 例如手电筒、保暖毯、口哨与检疫急救用品等等 背包布料也选用不易磨损的材质 市长魏佳燕也呼吁民众 平时可在家中先行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放置在随手可得的地方 以备灾难来临时随时派上用场 让人生产产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徐立芹华林市报导